她的爱伴随着阴谋与死亡的味道 像一杯毒酒 却又甘之如意 人一有风原著 喜马拉雅授权取音工作室出品 竟此古风系列之 大型穿越虐恋小说剧《凤求皇》 每日例行的进攻自然是没办法再进行了 而与外界的联系也都少得可怜 楚玉只能从收集来的片段讯息中了解现在的局势 而在一片愁云惨雾里 假如说还有什么能让楚玉稍微高兴些的 那便是那日赫绝闯入楚源时 还远正好不在 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在闭关数日后 两条宛如闪电而来的消息 令楚玉再也坐不住了 两件事 第一件刘义公 也便是那次楚玉在小皇帝书房 看到那位仗着自己的身份 不把刘子叶当回事的老人 他与几名在朝中有地位的老臣密谋造反 主要参与人员有刘远景 严世博 后来刘远景又拉了沈庆之入火 但是被他们拉入火的沈庆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后 面上答应说 不会对人说出去 可是出门便去向刘子叶告了命 刘子叶亲自带领玉林军 杀了刘一公 再派人召刘远景 刘远景知道自己必死 穿上朝服从容就路 而严世博也被半路截杀 三个主谋皆死 刘子叶又杀了数个同谋 才满足地收了手 连杀数人 驯弱雷霆 刘子叶并不在乎几个老臣 在朝堂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有多大 兵权在他手里攥着 只从这个角度看 他与终年念还算有共同语言 第二件事却不是朝堂上的 反而与王家有些关系 楚玉在听到这两桩消息后 当时心智大乱 纵然明知道贺绝还没有抓住 正在外面晃荡着 也许并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蹦出来刺杀他 可是他实在是坐不住了 挣扎了片刻 他决定冒险外出 先进宫 见到刘子叶 楚玉也顾不上行李 劈头便问 你为什么要杀那些人 刘子叶瞧见多日不见的楚玉 原本十分高兴 可是楚玉迎头便是大声的质问 好一会儿他才想明白 楚玉也是为了刘义公等人来的 顿时就觉得委屈 阿姐 是他们想要谋反 我难道还不能杀他们 楚玉哑口无言 一下子便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了 他方才只顾着气愤刘子叶杀人太过 心狠手辣 却一时间忘记了这是作为一个帝王应该做的 假如他不杀刘义公等人 难道要等着对方来推翻他吗 楚玉冲正了好一会儿 财神呼吸恢复平静 陛下杀死谋反者自然不错 可是陛下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会谋反呢 假如不是刘子叶任性 暴虐滥杀 又怎么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 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在古代 这都是要背负骂名的呀 刘子叶马不在乎 还能是为什么 刘义公那个老贼也想到皇帝呗 楚玉无力地瞪了他一会儿 水能载舟亦能负舟 假如对他讲这种道理 也许都是对牛弹琴 反正人也已经杀了 现在就算跟刘子叶闹翻 也不可能复活那些死去的人 沉默片刻处于绕开话题 陛下杀了那些人 朝中有些位置便会空缺 陛下决定怎么办 刘子叶杀了几个老臣 但是朝堂上所损失的 却不仅仅是被杀的几个人 死去的那些人之中 还各自有好友 有朋党 有利益共同者 见情况不妙 不少都递出了辞官申请 只不过是一两日的功夫 朝堂上便空了一块 但即便是这个情形 也不能让刘子叶有危机感 反省自己的错误 只一静地认为是别人的错 他猛地想起一件事 十分兴高采烈地对楚遇到 对了阿姐 那天在书房里 我瞧见刘一公那老贼 拿眼睛瞪你 我就把他的眼睛给挖下来了 送给你玩好不好 他眼神纯真热烈 直勾勾的 像一只讨好主人的小动物一样 望着楚遇 好像是送出寻常珠宝一样 即将用仿佛还带血的双手 捧上来一对眼睛 从而时空如何变换 我都没办法像一个真正的上位者那样 使别人的生命如草剑 更不要说 接受这么一份燃满了英雄鲜血的爱意 我无论如何都不是山鹰公主 是的 小皇帝爱着山鹰公主 将他当作自己的姐姐 母亲 置心有伴 几乎反事都想着他 觉得有了好东西 必要送给他 小皇帝其实根本就不觉得 自己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杀人是很自然的 就用挖出书组的眼珠子做礼物 一时轻轻松松的小菜一碟 可是对我而言 单方面的爱 太过扭曲和凌厉 好可怕 这是多么黑暗的人性 黄泳了 刘子叶也全不知他内心所想 阿姐 我们以前也玩过玩眼珠游戏的 今后再一起玩吧 是啊 可是我今天身体不适 想先回府上休息 楚玉匆匆的告辞 便离开皇宫 近来诸事不顺 想要救的人救不及 想要杀的人杀不了 不愿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 在明游氏族中生命关系正好时 来了一个天下第一美人的钟念念 好不容易钟念念可自己走了 又来个刺客 逼得我不敢出门 因为刺客 导致我又错过了几场朝廷巨变 我要说事先知道有所反应 就连稍微做一些努力都不能 这一切 这一切好像明明之中有一只虚无的手 操控着这一切 会不会真的有这么一个人跟我作对 我要杀的人 对方就保住 我要保的人 对方便不让我保 我要建立生活 对方给毁掉 我要左右皇帝 对方便甚至让我不能出门 那人是谁 世界上有这么可怕的 能不留痕迹操纵一切的人吗 难道是沈兴之 行 驸马何疾 也不太可能 一定是天如镜 就是他 没想到 看起来无欲无求 内心狼子野心招招 可是也不对 倘若是天如镜 他有很多机会杀死我 又为什么要花大力气 请一个杀出来 无数迷离 越来越迷糊了 楚玉先回公主府 再换上男装 又马不停蹄的令人驱车前往王家 惊动他的第二件事 与王家有关 与王玄墨有关 也与王义之有关 原来在他无法出门的期间内 王家的权力构加 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王玄墨从家主的位置上走了下来 他不是自愿走下来的 而是被人拉下来的 新任的家主 很是看不惯王义之逍遥做派 头一个便要拿他来开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取应镜子监制 多人演播的大型古风穿越小说剧 凤秋黄 处于赶至王义之宅便时 已经有不少人在附近围观 看热闹者有之 关心者有之 幸灾乐祸者也经而有之 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不同的神情 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洞开的门亭 门被撞坏了 断裂的木栓躺在地上 残破而安静 处于心底一沉便走下了马车 紧跟着花错也走了下来 月杰飞伤势未遇 处于打算冒险出门 荣指便让花错暂待护卫一职 平时月杰飞都是坐在马车前面 或者直接躺在马车顶上的 但是花错一出门 就十分自觉地跟着处于 一起坐在马车里 处于也随着他去 一下车 处于随手拉了旁边 看热闹的闲人询问 便知道大约一炷香的功夫前 王家的人带着一群仆从 不曾敲门便直接破门而入 不知道里面 现在是否凶多吉少 谢过那人 处于略于思索 便与花错走上前去 走到门边时 门后便有四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拦在他身前 处于看着四人 微微一笑 我姓玉 明子楚 是一只兄的好友 不知此地发生了什么事 四名护卫对视一眼 再看看处于衣着华丽 竟漠然地让开了道 处于进门之后 便按照自己的记忆 与花错一道往内院走去 路上只见四处一片狼藉 那些名贵但不起眼的花木 被恣意践踏 折断倒符躺在地面上 一直走到接近人工湖的时候 处于方瞧见了王一只 湖边的柳树已经有些凋零 再不负碧玉装成丝涛的美丽 一张舒适的软踏 就摆在柳树林边 王一只很悠闲地躺在软踏上 软踏边摆放着一张 小小的黑漆方形暗机 暗机上立着一只酒壶 而王一只修长的手指 稳稳地端着酒杯 神情平静 笑意微微 王一只就是那样的人 不管他身在何地 不管他身边有多少人 但是一眼看去 第一个注意到的总是他 楚玉从第一次见到他 直至现在 皆是如此 来到此地 楚玉才发现 能进这里来的人 不仅仅是他 但凡建康城内 有些家底的名流 似乎都被门口的护卫放了进来 这些人聚在一起 远远望着王一只和他身边的人 偶尔交头接耳说上两句 外面那群围观的 似是普通百姓 能来宅院里参观现场的 却都是世家富豪出身 门口护卫看一放人 如此把关 倒也有趣 不过楚玉现在 并不觉得轻松愉快 见王一只壮似无恙 他微微松了口气 与花错一同走上前去 瞧见消别也在其中 便走到了他身旁 此时 他看清楚了 正站在王一只身前的人 那人楚玉也曾见过 名叫王行之 是王一只的堂兄 他站在王一只身前 一丈外的位置 神情有些阴沉 难道这人 就是王家信任的当家 看王行之喜怒形于色的模样 完全不像是能斗得过 王玄墨那老狐狸的样子 楚玉原是自言自语 一旁的消别 却低声地接上了话 王行之乃是 现任当家的儿子 原来如此啊 老子不出面 让儿子代劳 以避免欺压晚辈的口实吗 可现在也算是欺压了 单看王行之身边 徒从护卫 呼啦啦的好几十号人 而王一只却只有一人 情势便一目了然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楚玉看到王一只的样子 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着急 他来的路上 还是一路的心急火燎 可是来到这里 看见王一只悠闲的模样 好像整个人 都跟着他一起放松下来了 啊 你们几个 过去清点下王家名下的 房屋地契 清点你们去桌椅板凳花草树木 还有那个衣帽鞋挖 事无巨弃 全都给我登记下来 王行之今日前来 是来抄家的 王一只的吃穿用度 衣食住行 都挂着王家的名义 也许因为懒 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 他竟然完全没有将这些东西 转入他私人名下 因此王行之 此时以王家的名义来收回 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虽然并不合情 最后清点下来 王一只家中内外 全身上下 竟然没一件 是属于他自己的 包括他身上 穿的这件衣服 假如说 真有什么是属于他的 大概也就是他这个人了 待王行之 令人清点完毕 王一只慢悠悠地 放下酒杯 很悠闲地问 变王了 王行之料不到 此时此刻 王一只 依旧是如此的满不在乎 冲得他一番作作 好像跳梁小丑般可笑 心中更为愤恨 王一只 从今往后 你便不是我们王家的人 今日 我命你离开此处 不得带走王家任何的东西 王一只 秀隐隐地从软榻上坐起来 抬手便开始解身上的衣服 此时天气已经转凉 王一只脱下两层 才露出雪白的内衫 王行之 目瞪口呆地 看着他的动作 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地叫道 你做什么 行之方才不是说了吗 我出门之际 不许带走王家的任何东西 这身上衣衫也是王家之物 我自然要脱下来 还给行之了 他一句话 堵得王行之 差点哑口无言 好一会儿才道 这几件衣服 送于你 你不必再拖了 王一只哈哈一笑 随手将外山一拢 站起来便朝门外走去 楚衣略略 也跟着追了出去 王一只走得很快 一直追到了门口 楚衣才追上了他 抓住他飘荡的袖子 一只兄又前往何处 在下送你一程 可好 王一只看了楚衣一眼 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两人上了马车 带花错也上车后 王一只便说了一个去处 楚衣远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带马车行之而停下 正停在一条巷子前 他才发觉周围是一片低矮的木屋 参差不齐的排布 让环境显得十分的杂乱 周围的人看衣着都是贫民 个个拿着好奇的眼光 偷偷看不知道为何而来的华丽马车 王一只谢过楚衣 便毫不迟疑地跳下马车 他朝巷子里走去 一直走到尽头 在一座稍微显得有点新的木屋前 停了下来 推开虚眼的门 便走进去 屋内的空间很狭小 除了一张木床之外 便再无其他杂物 王一只一进门 便张开手脚往床上一躺 闭上了眼睛 好一会儿才张开来 冲着门口木灯口袋的楚衣 紫楚兄可是觉得奇怪啊 是觉得奇怪 这间平民区的屋子 是王一只给他自己准备的 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赶出王家 准备了这么一个栖身之所 你 你竟然知道王行之要这么对你 为何还要认他妄为 被赶出王家很好玩吗 失去经济来源 嗜苦受累很好玩吗 从前被人伺候大的少爷公子 即便是在低矮昏暗的墓房里 也宽如皎洁的明珠一般散发着柔光 怎么看 怎么与周围 格格不入 今天的小说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镜子的更多节目 请在喜马拉雅 关注取音镜子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评论点赞 给我们动力哦 独自沉默体会忧愁 那些笑容